下来度这些众生 然后结果光明天派人一批人 结果地球派人 把他们也给让在这边 光明天主最后就去佛同一个地方 祈求佛福萨 然后转世到平地球上来度众生 当然这是一个佛经的说法 在上帝里面上帝就派了他的天使 派了先知 也来把这些众生度 我们可以把光明天想象成地球 在地球上有英国 有法国 有中国 有新加坡 有不同的种族 有不同的夫妻 但是光明天也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它不是都长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世界的 它有分不同的区间 你可以想象的他们都很着急 从天上拍下了他的使者 来到地球上带着大家回家 回到自己的色界净土中去 光明光阴天的净土中去 但是那个只是天界的不究竟 所以一旦接受修行方法的人 他可以超越天 不单不回色界天 他连不色界天都可以超越 直接不再入类网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在地球上要修骗 要回归 不要贪命地与地球上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是神话故事 讲着你们开心一下 所以这一幅形象山 五大类的技术 是跟我们的生命实相有关系 他纯粹地在服务着我们人类的回归 人类找到自己的真果 找到自己灵性的一个觉醒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而不是看着在这个时间赚多少钱 抽了多大的名 我之前以为我走了很多方向 我虽然跟我师父修道 因为我们是坚定地 不二十微刻培养出来的 然后我们无神地 不相信自己的东西 而一再 再而三地 就是在那正着 一会儿自己又很相信 一会儿又不相信 一会儿很相信 一会儿又不相信 就这样阴啊阳啊阴啊阳啊阳的 在动 知道自己真正的正复来了 你在那个法液中阴阳两界 自由穿越的时候 你发现这些都是事实 然后你就动了 才开始真正的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在修病的过程中 会动痒是正常的 因为你体内阳起来的时候 阴要找平衡 所以是阳起来阴会疯长 在阴增长的时候 要靠你们同修之间的帮助 所以我们修行中四大字 四个关键字里面要记住 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坚定地 找一些智能道德者一起修道 因为我们只有 大家相互的帮助 我们才有机会 突破自己的那个命 然后才能真正的成功 所以在修行过程中 一定有四个字很重要 法财履义 同参道友 大家都是师兄弟 都是同修 要相互帮忙 看到对方 看到你的朋友 有些东西过不去呢 要从理发上讲 我们就理通法随 所以从道理上要让他明白 然后他才能真正的法随 理通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理论 在跟我修学的时候 不要只修方法 只修方法 你很容易迷失自己 变成一个神棍 变成一个只有神通 而没有人性的 所以是 论理通是什么 是对于我们今天 现代科学的 科研成果的一个实用 还有对古文化 八千年传承至今的 文化精粹的中华学学的妙妙 这是两大基因 一个是复系基因 一个是母系基因 复系基因 来自于我们八千年传承的 这个不断的传承 这个基因能传承八千年 很优秀 然后今天的高科技 给了我们很多的 理性的东西 然后去让我们见证 这个宇宙对人生的实现 因为人已经可以分解到 可以找到生命密码 所以在巨宇宙中 他已经发现了 九十五八千的物质 世界是我们今天不能展现的 这种巨大的成果 那大家手中的手机 要善意利用 你们的Internet 要善意利用 我们为什么这一生 可以成就 因为有这些东西的帮助 以前你们要去读书馆 找一点关于道学的资料 佛学的资料 那要在哪儿住上一个月 十几天才能找到 哦 金刚是什么意思 才搞懂一个金刚经的金刚 然后再搞半天才把金刚经的业搞懂了 所以这个不行啊 你这样你这一生很快就交代了 你一生进步一点 医生进步哪行 那今天的Intentment给你们Essert 所需要的资讯达连利用 去抉择去选择 利用善意利用高科技 你就可以快速地成功了 然而我以为是在欧洲 在希腊 在希腊 那么如果是今天没有飞机 那么我要从中国到希腊 你们想想要怎么走啊 赶紧走一生 从年轻走到你会死在哪里 所以大家要善意理解高科技给我们代表的方便 我们要善意利用高科技来传导 来获取自学 而不要排斥高科技的东西 高科技是一个双人界 它可以杀人 让你增长你的无敌动静 它可以使你成长 获得无恋的知识 看你怎么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高科技 作为一种新基因 作为我们的母性基因 然后全新的 在你的生命中诞成出一个全新的记忆密码 并用古代传承的优秀基因 给你现在高科技的帮助 以这一切理会成 所以大家也有信心 大概修的过程中 礼余很重要 就是同修之间的共餐 相互帮扶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修学过程中 相互帮扶 听不懂的 我们同修 学会的我们同修 还有老学员对你们的帮助 把你们之间的相互帮助 那么地也很重要 地就是说 我们天地人地的能量 你得天时得地地 地的能量 在我们的修炼中 一生中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 你们自己看到自己在家里 或者是在新加坡店那样的能量 量级会很多 为什么 古人告诉我们的地高一寸 天阶一寸 地高一百米 天阶一百米 所以我们新加坡最高三 一百多米 所以是天地气 结一来才两百米 所以马上我就要去开发 八宾城的一个日来风一千二百米 我上了一千二百米的时候 天阶一千二百米 两千四百米的能量的加持 所以地力很重要 我带大家去玉山 台湾 海拔四千米 天阶四千米 八千米的能量 八千米能量柱的冠石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 要找一个名师 找一个老师的代理 然后去那些高级的地零点去训练 那么我一生的成就 可以快速成就 很感恩就是我的师父 当年他在中国开始收缘之前 带着我走了所有的名山大船 用了四十五天时间走完 走完车 我的师父跟我交代说 你这一生如果是没有这四十五天 你哪怕天天在家里大多修炼 二十四小时不出门 你的成就都没有这四十五天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师父入山 跟师父采币零点 那借着这些东西可以快速提升你的能量 对你的身体命体灵魂也进行改造 这是第一 这个一定要用 那么才 所以大家一定要原用世间法 世间法的原因在佐证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是否走对了人生物 你是否真正的有社会 但是这种才 君子爱才许之有道 不是为才而才 所以我教我身边的人 我们是一个OLS 是一个文化公司 但是我们在赚钱的时候 我们不要赚大家的钱 老师你这个人真艰难 又赚了我们的学费 又说不赚了我们的钱 所以我告诉我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真正成功 是因为做事成功 你要打造出最好的产品给人家 你让人想着最好的服务 然后这个时候你做的事情 会自然地展现出一个价值 被价值提升出来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成功 每一个是为赚钱而做事的 一个人如果是一生 只是为赚钱而做事 绝对不会成功 因为你会变成一个迷失方向 所以真正的大成功者 从来不赚钱 你只做事 今天是一个商业社会 当你做事的时候 一定会被社会认可 为你一个价值的表现 所以是钱是这样的 叫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取之有道还要运之有道 所以作为你们在修学的过程中 你们要准备自己的道字 就是说钱不要过多的去浪费 要储存起来 你要跟我去阿尔卑斯山 要路费 要飞机票 你要跟我去御山 要飞机票 你要住宾馆 这是没钱不能求的 刚才说负学五 负成 那么说怎么样赞能负 有知 说跟我学 记住 除了健康 除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一定要开智慧 这是我在教学中 不停教你们的 就是一个真智慧 一个理性 相当理性 又不偏离 我们人生发展方向的智慧 这种智慧叫真智慧 以前师父们告诉我们 只有圣者才有真智慧 但是我们就追求那个目标 我们的一定是真智慧 所以说什么是真智慧 下一堂课再给你们真相 所以根本记住 这个财很重要 不要学傻 说我不去赚钱 你惨了 大家都不赚钱 都要我养 我哪养 我是让你们养老师 可以写书 可以去做事情 你妈妈 你都不赚钱跑着来 我要免费的给你上课 还要还你吃喝拉萨 那老师不是要关门呢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财 你不是光养你自己 你有父母要养 你有儿女要养 你有家庭责任要记忆 你有社会责任要记忆 所以君子爱才举立有大 一定要去做 法呢 法要找法外传承 这个很重要 不要找一个人说 他是第一代祖师 今天张不生告诉你 张不生是第一代祖师 我都发明完了 研究完了 然后跟我学 你们都是第二代祖师 你们都是第二代祖师 千万不要学 等他死了几百年以后 看看他怎么样 再来学一下他什么东西 为什么 他在做小白鼠的试验 把你们都当他的小白鼠 试验一下 你们学了会不会有心理症 会不会有死亡 会不会出问题 他看见有问题 拿着包他跑到美国去了 不回来 你倒 所以千万在这个心学过程中 一定要重视一个法脉传承 人家台湾人来找我修学 首先问你的师父是谁 你的师爷是谁 你的法脉从哪传下来的 你的主脉怎么走下来的 这是聪明的人 你们要修学 一定要追三分四 把你的法脉传承搞清楚 如果一个东西没有法脉传承 不要去修学 而我的法脉传承中 有佛学体系的传承 有道学体系的传承 有辱学 有经教 每一个是我的 所以这里面没有张老师一样东西 张老师所有的成就都是古圣线线的 我只是把它们总结成一个三轴线的简化题 因为你们看到的是整个树的树叶 因为树枝抓住树杆 我只是让你们从边上下来 抓住那个三个轴线的树杆 所以这个就是我把它叫发明 不是创造 是古代的东西的一个归种 归种成一个立方体组成的三轴线 总共三个三个字 你把这三个三个字搞懂了 一成熟 你有正知慧 你有新生命 你有新方向 你最后有自己想要的成就 所以是好好修学 就是跟我学三十三个字 就这么简单 这三十三个字里面有理论 有技术方法 有中华玄学的根 中华玄学的根 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 玄学不玄 为什么不玄 因为你学会了真的不学 它不是虚的才是实的 中华玄学不玄是告诉每一个人真实的去修炼 都可以成就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上帝之子都是上帝创造的 这个世界的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不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在道学方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道生得一样的 叫道生得序之物行之气 所以是三圣 不单是三圣 千圣万圣 所说的东西 只是语言的分飞 语言的分别 没有实相的分别 实相都是大家 大家都是那个最伟大的创造的 你们本身都有自己的自信佛 都有自己的自信 你们跟那个法界体性是一体的 你就是皮肚针 你就是大书肚针 你可以千变万化 所以大家好好去修行 正如那个实现佛 这是最终究竟 时间没关系 咱们今天就变得养到这里 好吗 好 谢谢大家